看到的是HBO高中籃球聯賽 女子組的預賽相隔六年 再一次前進到北宇女中來舉辦 成為地主的小綠綠 在主場同學的助陣下 是贏得了三連勝 對呢 而且呢 其實因為段考快要到老 所以看台上的選人 是一邊加油還一邊念書 形成一幅有趣的畫面 看書不忘加油 加油不忘複習功課 北宇女中本週段考 正好碰上HBO女子組預賽 學生到場邊力挺校隊 小綠綠也不想看到成績不開心 因為段考快到就想說放鬆一下 我們有主場優勢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幫忙加油 就以我們學校為榮 然後就是學姐很帥 相隔六年HBO預賽 重返北宇女中體育館 在熟悉的環境下打球 小綠綠拉出紅盤 拿下預賽三連勝 我覺得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一個本分 然後就是讓他們自己就是說 我們該組的防守 或者是我們的快攻 一個一個慢慢的把他們抓回來 在這個比賽的節奏上 而不是在這個主場的這個壓力上 沒有特別動員 學生自動自發 北宇女體育館看台一片綠海 是球員最大後盾 很開心啊 就是他們抽空來幫我們加油 然後看到熟悉的人幫自己加油 就比較有信心 不管是壓力還是助力 北宇女球員在場上卯足全力 讓支持同學同心協力 為勝利喝采 與DN TV 許家傭 楊芸欣 台北報導